暗指曾说 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二 这里的爱指的就是爱草 爱烈能究百病 这里是因为爱草本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钙铁 维生素 黄酮 以及灰花性物质 有助于去湿上寒 凭存 正可是一种非常滋养女性的养生草 爱业草再回来清洗干净 今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焯水的时候加入一点食用小苏打 加入了食用小苏打会使爱草更脆绿 焯好水的爱草 把它夹出来放在碗里 再用冷水冲洗 冲洗干净之后 再用手拟干水分 然后把爱草放在菜把上 用刀把它切碎 切碎好的爱叶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调成蛋液 再加一点食用盐进去 调好的蛋液再加入爱叶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平底锅里放入一点食用油 把刚刚刚调好的爱草和蛋液 放入平底锅里把它攀平 盐制定型之后翻一个面 两面把它煎出香味之后 用刮刀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加入开水 这里一定要加开水 煮出来的味道才比较香甜浓郁 盖上盖子煮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加入一点枸杞子 然后把它装入碗里 就可以慢慢的享用啦 这样子煮出来的爱叶鸡蛋汤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 还是老人都非常适合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是新妈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观看